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 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时间来到11月20日 2021-22赛季NBA常规赛季战震撼 在今天早些时候 独行侠官方宣布 球队将于明年1月6日 主场对阵勇士队的比赛中 退役诺维斯基的41号球衣 在那一天 为球队传奇举行 诺维斯基举行球衣退役仪式 并且独行侠的老板酷班 专门为诺天王制作的雕像 也即将接目 经常看球的朋友都知道 诺维斯基真的是一人一成代表 职业生涯21个赛季 都奉献给了独行侠 回看诺维斯基职业生涯 可以说真的非常璀璨夺目 德克诺维斯基1978年6月19日 出生于一个静谧的德国小镇 威尔斯堡 德克的父亲是一名手球运动员 在父亲的影响下 手球是德克最先接手的项目 而6岁的德克与10岁的孩子 进行手球对抗时 他就已经丝毫不落下风了 在当时德克还认为 真男人就该打手球 你可以犯规抓球或者包夹逼人 但当他后来选择了篮球后 他的姐姐和堂哥堂姐都调侃他 你现在迷上了女人的运动 后来在德克8岁时 他又因为德国网球运动员贝克尔 而迷恋上打网球 而德克在10岁时的身高 就远超同龄人高大的体型 让他能够在网球场上 有更多的优势 所以在那个年纪的网球造诣 就已经不可思议了 在德克12岁时 他就夺得了1990年 德国青少年网球比赛冠军 但还在疯涨的身高 终究还是成为了 他网球生涯的限制 德克在14岁时 身高就已经超过1米9 这非常影响 他在网球场上的移动速度 同时他还遇上了 未来德国著名的网球手 汤米哈斯 在那个时候 只要有哈兹在的比赛 诺维斯基就总是与冠军五援 后来诺维斯基坦言 那时我一直都活在 他的阴影之下 只要遇上他 我就知道 我一定会输 就这样 汤米斯成了 他难以越的一道正爱 这意味着 他如果继续坚持网球 他将不会成为 像鲍里斯贝克尔那样的存在了 高大的深情 家人的劝告 初次的运动天赋 网球生涯都不得是 再加上他的母亲海尔洛 以及姐姐 都曾是入选国家队的 篮球运动员 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 诺维斯基终于决定 选择篮球 德克在青少年时期 曾因超乎常人的身高 常常被人嘲笑 但同时 也是身高的优势 帮助他在运动中 找回了自信 而有着出色身高条件的 他选择了篮球 正如鱼珠大海一样 从此 他人生的道路 变得更加宽阔了 1994年 16岁诺维斯基 身高已经达到2米13 从小就展露起运动天赋的 诺维斯基 在篮球场上 自然也是十分耀眼 而就在德国 视为音符特县的 一场青年联赛中 一位叫霍尔格的 德国男篮教练 一眼就相中了 这个高大的少年 于是霍尔格教练 就直接找到 诺维斯基父母 表示希望可以让这个孩子 跟着他来进行训练 并且承诺 他们一定会把 诺维斯基带进人BA 从此 诺维斯基和霍尔格 两人一师一友 情同父子 除了训练 只要有时间 诺维斯基就会和霍尔格 待在一起 霍尔格为德克烹饪家常菜 为德克送洗衣服 甚至还为德克写成长日记 在德克未来的日子里 霍尔格成为了 他最忠实的见证者之一 未来诺维斯基的夺冠 以及NBA生涯达到3万分时 现场的霍尔格 流下了心味的泪水 而当诺维斯基 在回忆霍尔格教练时 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 我们俩相处的时间 超过了我人生的一半 这20多年来 他就像我的第二个父亲一样 单说技能方面 霍尔格就为诺维斯基 量身打造了一套 属于他的篮球技巧 其中就包括诺维斯基 在未来横行天下的绝技 金基独立 1998年NBA选秀大会长 诺维斯基在第一轮第九顺位 被NBA密尔沃基熊路队选中 熊路队用9号位选中的诺维斯基 和19号位上挑中的 帕特加利蒂 同小牛队换来6号新秀 罗伯特特雷勒 于是诺维斯基来到小牛队 正式开启了他的NBA生涯 同时可能也是他没有想到 这里将会是 他接下来20余年都驻守的地方 就是他的第二个家园 初入联盟 德克场均仅仅拿下8.2分 3.4个篮板 是个不折不扣的菜鸟 但两个赛季之后 德克就进化为场均21.8分 9.2个篮板的NBA最佳阵容球员 随着诺维斯基的成熟 以及球队核心那时的离去 诺维斯基正式成为了小牛队的核心 而随后的日子中 06-07赛季 必然是诺维斯基 最为难以忘怀的日子之一 在这个赛季的旧赛中 诺维斯基如同战神附体 带领小牛队 连过灰熊 马刺 以及纳什带领的太阳队 昂首挺进了NBA的总决赛 而他们的对手 是慕年的鲨鱼 和一个三连级太鸟 韦德所在的热火队 在外界看来 小牛队似乎已经将总冠军收入囊中 随后 是系列赛中 小牛队不复厚望 在开局便拿下2比0的天湖开局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随后的四场比赛中 仅仅进入联盟三年的韦德 却如同天神附体一般 硬生生地给了小牛队和诺维斯基 一击重创 热火队连下四成 好取当年的赛季总决赛 要说当年的韦德有多疯狂 那么比赛诺维斯基就有多么的失意 看着热火众人 在达拉斯美航中心四翼狂欢者 坐在凳子上的诺维斯基 显然还没有从这其中缓过身来 一整年的顺风顺水 怎么就倒在了最后的一步 这一刻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重新证明自己 随后的一年 也就是2007赛季 诺维斯基带领小牛在常规赛 打出67胜15负的绝佳战绩 傲视全联盟 并且还为自己拿下了一座 常规赛NVP的奖杯 人们都觉得经历失败后 卷土重来的小牛队 已经配得上一座 梦寐以求的总冠军奖杯了 但是世间哪来那么多的理所当然 季欧赛首轮便得当年的勇士给黑八 勇士主场响起的欢呼声 仿佛刀痕一般 刻入诺维斯基的心口 从此 昔日常规赛所获得的一切荣光 都成为了诺维斯基 无法原谅自己的最大理由 67胜和MVP 居然在季欧赛首轮便被黑八出局 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随后是09赛季 小牛又一次的在季欧赛首轮 被老对手马刺 复仇成功 再次止步季欧赛首轮 在这四年间 诺维斯基遭到了太多的质疑和嘲笑 甚至被冠上了软淡的称号 但诺维斯基的伟大就在于 他的坚韧和助手 随后的一年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10-11赛季 小牛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已经33岁诺维斯基 带着38岁的基德 33岁的巴特勒 34岁的特里 以及34岁的马里昂 怀着又一次冲击总冠军的无限渴望 再一次在季后赛中出发了 而他们的首个对手 则是当时拥有着 罗伊与阿尔德里奇这对双子星的开拓者队 但尚且年轻的二人 很快便倒在了诺维斯基 已经趋于完美的技术下 就在第二轮 诺维斯基遇到了 志在三联冠的联盟豪强 由科比带领的洛杉矶湖人队 那时的科比政治人生巅峰 所有的人将他与篮球之神 迈克尔乔丹进行对比 而诺维斯基是谁 是被冠以软弹称号的失败者 但诺维斯基 却并不接受自己 就必须成为他人路上电影师 为什么成就伟大的人不能是自己呢 诺维斯基这样问着自己 于是诺天王的生涯巅峰表现出现了 在与胡人的整个系列赛中 诺维斯基一人打抱当时 胡人花重金打造的豪华内线 场均能够25.3分 与之对位的加索尔 仅仅只能拿到区区的12代5分 可以说 那年诺维斯基就是真正的天王 面对已经两连贯的胡人 诺维斯基干脆利落的4比0 横扫了这支银河战舰 而西部决赛 他们遇到了天赋一出的雷霆三少 但即使如此 三少还是败在了这群老将百战之下 已经炉火纯青的技术之下 整个系列赛仅仅输了一场 便拿下了西局的胜利 小牛队时隔5年再次打进总决赛 对手依然是那支难忘的热火队 但现在的热火队却正直如日中天 少了慕宁的鲨鱼 却迎来了正直巅峰热火三巨头 这一次似乎总冠军又与诺维斯基没有了关系 而剧本似乎也正是这样发展下去 在前三场 小牛打得非常胶着 最终第二场在诺维斯基的神奇发挥之下 勉强能够保持1比2的成绩 但让人感到心寒的是 第四场比赛开始 诺维斯基染上了风寒 发烧到了38度 不顾对一的劝阻 诺维斯基坚持带病上场 已经落后的他们别无退路 虽然这一切都非常的让人感动 但这毕竟是在总决赛的舞台上 热火队对此不会有一丝丝的怜悯 反而会抓住这个机会 进行猛烈的进攻 于是他们轮番消耗诺维斯基的体力 在中场前 诺维斯基的体温甚至已经超过了40度 但在小牛全队的拼死拼搏下 双方的比分并没有被拉开 而在关键时刻 诺维斯基站了出来 顶着哈斯勒姆突破 完成了一季关键得分锁定胜局 而这一场比赛也成为了卸赛转折点 在这之后 小牛队一股作气拿下总冠军 击碎了热火三巨头的冠军梦 五年了 他曾经是人们眼中的失败者 是韦德口中无法站出来的领袖 更是被全联盟戏称的软弹 但现在他是总冠军 并且还是当之无愧的FMVP 这就是他的故事 这就是被誉为最具代表性的 单核夺冠的典范 这就是德国战车诺维斯基的传奇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